那么下一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TPO的使用误区 我们对TPO这一套题啊 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看法 我们来看一下这四大基本的误区 我们来规避一下 首先第一个 很多人会认为 TPO是否应该留到考试之前的 最后的紧要关头来做呢 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 那么第二个呢 大家会问 我是从前开始做 还是从后开始做 还是跳着做呢 其实这一点也是没有必要想的 其实顺序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它练完 第三个那就是 以前我已经做过这道题了 我以后还需要再做吗 那么再做会不会产生 同样或更好的效果呢 那么第四个就是 大家把TPO的口语 只认为它是在考口语 把口语和其他能力分割开来 这也是一个最大的误区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误区 首先第一个就是 我们要把这套题留在最后座 其实这是不对的 我们现在能得到最好的题 其实就是这一套TPO的题 因为它就是真题 而它的价值就在于 它恰恰能体现出 咱们托福口语的考试基本难度 还有它对咱们的要求 所以它的时间和单词量 都是最标准的 我们需要借助这套题 来进行锻炼 从而养成一种习惯 所以我们应该在平日的练习当中 就好好的利用这套题 那么第二个误区啊 咱们遇到的就是 这套题它有一定的顺序 那我是否应该遵循这个顺序 从前往后做 或者倒着做 或者跳着做 对我来说有没有影响呢 其实这是完全没必要担心的 在备考的一两个月的时间之内呢 我们是有充分的时间 来做完TPO这一套口语题的 所以顺序不是咱们关注的 关注的是咱们能否 好好的利用起这些题 其实呢 没有必要花精力决定 做题的顺序 我们的目标是要把 所有的题目都做了 顺序其实真的不重要 而且如果你的时间 真的不够用了 那么我建议大家从后往前做 这样效果可能会好一点 那么第三个误区 我们遇到的就是 我以前做过这个题了 我还需要反复重新的 再做一遍吗 其实学习就是一个重复的过程 那么比如背单词听力啊 如果我们一遍就这样放过去了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特别是英语 作为这样一个需要积累的 这样一个学科 而言而 我们需要反复的进行练习 所以我们的整个过程 其实do it find problem make correction and redo it 所以我们做一遍的时候 我们需要回去检查 自己的失误和缺少在哪里 然后我们再做一遍的时候 就有针对的进行提升 而当我们再做一遍的时候 我们就会形成一个模式和套路 所以我们在考场上 感到手足无措呀 其实除了临场的反应之外 考前的准备也是非常重要的 每一个题都有它的特性 当我们培养出做那种题的一个模式 我们就会比较从容的硬考了 那么下一个误区就是 我们把口语跟其他能力分割开来了 听说读写这四项 其实前三项能力都能完全的在托福口语中表示出来 那么咱们这个托福口语考试呀 其实是考察的非常全面的 比如说在做第三和第四题的时候 他考察的不仅仅是说了 他还结合了阅读和听力 那么在做这个比如说第四题lecture的时候 很多考生感到非常的困难 那我们就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 听力能听懂吗 如果我们在听tape的时候 都觉得非常有困难的话 咱们就发现咱们能力的缺陷 就可以在听力上多下一些功夫 再就是比如说 我们在做完听力回头看原文的时候 声词是否太多呢 那么如果声词太多的话 我们平常就要注意 vocabulary的积累了 那么第三个 听音变音是否有问题呢 很多人认为听音变音有问题 就是听力不好 我就单独练听力 其实不然 听力其实跟咱们的发音 是有很大关系的 如果咱们的发音有问题 那么同样的 听到这个单词的正确发音的时候 我们就会不知道这个单词是什么了 所以我们在平常 背单词也好 练口语也好 都一定要注意发音的标准 咱们多听一听 多查一查 勤快一点 总不是坏事 下一个呢就是 我们是否听了 听懂了 但仍旧记不下来 这样是不是就是 咱们做笔记的方法不太对 或者是咱们做笔记的速度太慢呢 这就需要咱们大量的练习和技巧了 下一点呢就是 我们听完了听力 记完了笔记 但仍旧感觉说不出来 这说不出来啊 就代表着很多中国考生 面临的这样一个最大的问题 我脑子里面都是 但是我就是说不出来 我不会怎么表达 其实这跟咱们平日缺少练习有非常大的关系 咱们大部分啊 把时间都花在符案做题 不停的练习上了 其实咱们需要的恰恰是每天抽出一个小时 甚至更多的时间来进行练习 那么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部分 那么下一部分呢 我会结合TPU的第一套题 来为大家讲解一下 拿到题应该怎么做 我们应该如何准备 如何组织答案 那么什么样的答案是好的答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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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大家